我不愿意骗自己 也不想你自己骗自己 就算我自己骗自己 那又干你什么事 你为何不愿意 你心里还是一样 你只是不敢骗自己 小骗子 阿娘 我日子过得很好 自秦 也带我很好 平常教我写字 如今我的字也练得有长进了 你让放心 你这个小骗子 小公爷 小 晓涛呢 晓涛 晓涛 我让一个小道徒 跟晓涛说 你们家马车拖了轴 他便急急忙忙看去了 你能做个小骗子 我也能 小公爷 你这是干什么 你快快出去 男女 那个独处暗示 你这是要回我明解 你 你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讲吗 没有 小公爷 您当自重才是 你若是没有话讲 你何必要送我一对护膝 过考场的春寒 小公爷对我好 我是知道的 你却要不认识 你还在这儿 你还要是承认 你送了我不行 小公爷 我那是 我那是感激你 回礼而已 就是你送的 你还在里面绣了一只元宝 元宝怎么了 我叫袁若 你秀袁吧 我是 我是 总是怕考场人多杂乱 万一丢了也好找呀 你若是为了好找 你为何要秀在里面瞧不见 我什么都不怕 我只怕你心里没有 你 你别说了 我就是想见见你 帮着你 护着你 可为何 每次你偏见我 比我如蛇蝎一样 小工业 你身为男子 不明白做女子的苦处 我们不如男子 能付出代价 动辄就是身败名裂 什 什么 就说 宁委侯府的孤儿叔吧 他年少浪荡 不务正业 父子之间近乎决裂 殿京城里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可若是有朝一日 他浪子回头 可考向上 依旧是能够 出将入相 封起因子 是不是 是 那如果换作是女子 他还能这样做吗 你我如今 你我如今独处暗示 这要是传出去 重口朔机 一人一口唾沫性子 就能淹死我 我大姐姐 在婆家就再也抬不起头了 我四姐姐 五姐姐 也要许不上人家 说不得 我家父兄也要被御史责问 家教不严 断送前程 可小公爷你呢 如果是被当作 一桩逢流运势 同一桩事情 代价何等悬说 这代价我可负不起 我绝对不会这么对你的 我发誓 我对着你母亲的 神主牌位发誓 若今日事发 我立刻回禀父母 迎你入门 这便能堵住悠悠众口 纵影朝下半日晦 女子就像相间平衡 就这么一捧米 丢了一粒都是要了命 女子就像相间平衡 可是你们男子 就像豪门大户 就算是百两银子 也耗得起 与今 我只想平平安安 顾一生 愿我生母心愿 从此以后 睡不消残忠 你不要来许我 就是碰到了 也不要说话 非要说话 就让我二哥哥带床吧 我迎你入门也不行 郡主娘娘 视力通 眼珠般宝贵 日后 日后肯定是匹配公主 郡主或者是县主 我一个无品官家的庶女 被小公爷提出来 那就是害了我 我不信你这些话 你骗过我吗 我肯定是否 官家的庶女 我肯定是否 我肯定是否 您的肯定是否 您的肯定是否 我肯定是否 还在 fellow you 送与你 你不许可 像我们一站 去 就有让你 像我们一站 让他去你们家提亲 写族谱 上词堂 三书六礼 大叫入门 就是原配人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为何不可能啊 你 你看今日 今日这场马球 满京城 谁会相信我们会在马球上赢过顾二叔 最后我们不 不还是赢了吗 我不愿意骗自己 也不想你自己骗自己 就算我自己骗自己 那又干你什么事 你为何不愿意 你心里还是一般 你只是不感人 小骗子 你心里还是一般 你只是不感人 你只是不感人 小骗子 让我姑娘再也不愿意骗你 姑娘想喝死吗 姑娘 这小公爷如此平衡 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她吗 还得这实在是太高了 不是我这种人可以攀陌起吗 对不是自己的东西起了指望 日后受苦的 只有我自己 姑娘你这样替雨大姑娘出头抢夺金簪 怎么轮到自己了 翩翩 我想娘临取之前 对我们的嘱咐 难道你都忘了吗 没忘 日后 你要是再这么三言两语的 就被骗了出去 我这屋里就不让你伺候了 姑娘要我站那儿我就站那儿 下刀子都不容易动 好 筹带三十码都记轻了吗 是 外面什么事啊 又在打击骂狗了 等他们进来以后 又再也没有清静过 这究竟还是姑娘的衣裳 不是你的衣裳 我跟了姑娘多少年了 姑娘都还没骂我 你倒先骂起来了 我是贴身女士 骂你 你得给我听着 这院子究竟是你做主 还是姑娘做主 我做不了姑娘的主 难道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明日就会领头妈妈 把你赶出去 这沐藏栈究竟还是姑娘的院子 你想赶我走 还不能够 就要夜了 吵什么吵 姑娘 我手脚粗笨 做坏了衣服的金口 姑娘要打我 骂我 赶我走 我都认了 只是不能让这外来的货 在院子里面横行 天爷呀 你自己做坏了衣裳 我一个贴身女士 说你一个杂伙的 这就成了横行了 这可怜劲的 不就是件衣服吗 不知道呢 拿回去改改就是了 姑娘何等人意 要我说 这么贵的胡断做坏了 就很该打了 赶出去的 六姑娘 这说来说去的 我们到底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好了 好了 久儿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人 就算看在大娘子的份上 你也得给久儿姑娘颜面才是 你也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 我阿娘也是给大娘子 做了一头爸妈的 他要输到我阿娘手里啊 早就打出去 主君 主君 父亲阿好 你做的好事啊 祖母教你马球 就是让你这么出去出风头的 你别人家的女儿 人家都跟着兄弟 偏你有能耐 你跟着小公益 这齐员若是咱们家喷得上 你就非要这么丢我的脸啊 女儿知错了 那么多大官显贵 都在马球场上看着呢 你不要自己的脸面 你也得给盛家留脸面 给我留点脸面吧 那上朝说起来 我姓盛的 我轻与人家书香门帝 生出个女儿来 就见月门 罚攀附高呼啊 那我还有点在朝廷上 我去见官家吗 女儿绝无攀附其家之意 只是因为那彩头 是于家大姐姐王母的遗物 于家大姐姐思慕王母 不忍心她流落在外 多次恳求于家三姑娘帮忙 都不能成 女儿想到了自己的王母 我小娘 是三哥哥先把我撇了自己跑了 最后小公爷才无奈相助 这么说倒好像 是你三哥哥的不是了 他是为了咱盛家的脸面 不想跟你一起出丑 你缺手势啊 你说你是不是缺手势 还 还是他于 于大小姐缺手势啊 非得这么去争着去抢着 去除风头攀附其家 爹 请您明察 女儿如今虽然大了 可是梦里还是会抢到小娘 女儿如今虽然大姐姐 女儿如今虽然大姐姐 同病相联才帮她的 爹 你现在 偶尔还会记得小娘吗 你还会记得她的样子 你还会记得她的样子 丢人现眼 看来你还是不知错 那你就在这儿给我跪着 她从他们住进来之后 这院子就没消停过 不单是我 还有他们 也动着就被骂得狗血淋头的 姑娘要是再也不管管 咱们这院子里面就没活路了 咱们这院子里面就没活路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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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们管管了 姑娘你们管管了 你们个人把个人的差事办好 其余的不用管 真要骂你们 分辨两句也应当 只是不要说什么院内人 院外人的 万事何为贵 这是大娘子和林小娘院里的人 怎么也得给两位体面尊贵 不能让外头的嚼舌头 说我们姑娘没规矩 无尊卑 行了 早点睡了吧 快点睡吧 崔薇姐姐 你瞧 咱们都成戏作了 咱们这院子露得跟筛子似的 刚说的话你就忘了 崔薇姐姐 姑娘还要归到什么时候 没了 我可以吗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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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婧也真是的 你不替姑娘想想 当着一屋子的人 斥责姑娘 刮了姑娘好大一个脸面 要姑娘日后 怎么做屋里的主 做整个盛家的主 也不妨事 不过姑娘这院子 露得像筛子一样 昨日黄昏 主君过来发作了 不出一刻钟 大娘子 李小娘全都知道 老太太倒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姑娘也不时 把翠玫过来说一声 不是老太太 多心疼啊 祖母自然是疼我 但现在 我既然已经是管家了 也不能三天两头地 跟祖母告状 只显得我软弱 再说了 祖母也不能 事事都帮着我 她毕竟不是我 一个人的祖母 姑娘心里要有数才好 有数 有数 这多好的茶展啊 这样过来不容易呢 下次你小心些 不然叫我来弄 也就是两个盏子罢了 你在三哥屋里 碎过多少东西啊 也没听三哥说我半句 不说这院子 姑娘脾气好 没沉想 姑娘是好的 听你是 你倒是先别瞒起我来了 上个月你摔碎了一个笔喜 前几日挡回 你又弄破了姑娘 最喜爱的美人风筝 这一套剑用戴玉川先生 是悠阳掌房送来的 连着碾子查显十二件 让你这么一摔这套就残了 你知不知道 小唐 就几个茶盏子 没什么要紧的 别说它了 赶紧把这收拾了吧 咱们这院子里 还能存下这么顿大佛吗 你为什么那么羞辱 一套剑用戴博 莓儿姑娘可是三哥哥送来的 就三哥哥的体面 你去哄哄她陪她个不是吧 你去吧 快去吧 好 姑娘心里有数 我去放心 算好了 您去隔一共三口 林小娘 三哥哥 四姐姐 加起来 业力是十八罐 只是怕有些拿不动 烦姑娘给银子的好 银子剩得不多了 今日三哥哥也来 不然烦请她 帮众娘子拿着罐钱吧 三哥哥是特意来看六姑娘的 可不敢烦她 她那是写字绘画的手 受不得累 那就放银子吧 总归十五两四千关银 周娘子请来付唱 岁月姑娘眼神是好的 那我就偷个懒 不付了 我来送你吧 你可把我当心还给你 这还不够吗 那房里那么多女士 我还是极心等你的 但是 我现在没有 这是委屈你了 三哥 我们该回去了 三哥哥 三哥还说疼我呢 旁日一要回 你就把我抛下来 三哥哥这是念旧情 我这世面妹妹的多恩所好 心里难安 要不 三哥 是时候该回去了 三哥哥 三哥哥 慢走 三哥哥 慢走 可儿姑娘 你每日里哭三回 你也不嫌晦气吗 这字写的还是不好 姑娘 要不把那只紫豪笔开了吧 这笔好些 兴许字也能好些呢 那 那 那笔还是留着吧 十字帖不好 二哥哥好久没给我找字帖了 前几日 二哥还说找到了新的字帖 要给姑娘送来呢 那就让她送来吧 好 姑娘 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弄的了 要不咱们出去吧 二哥给姑娘寻来了字帖 让她一直空坐着也不好呀 她有人伺候就行了 那自然是银杏在伺候了 旁人抢都抢不过她呢 她是大娘子屋里送来的人 思念雇主也是常事 丹菊 你帮我换一个钻子吧 这个不好看 好 好 姑娘且得在一会儿呢 二哥 最近天热 您身边 郎好 杨好两位姑娘 可又给您做仇衫了吗 你做什么 这 六妹妹院的人 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 二哥 我是大娘子房里的银杏啊 您不记得我了 我只是问问您安好 胡说 六妹妹 你屋里的女婿到底是谁管的 好好教我没有 二哥哥怎么怒气冲冲的 是银杏的茶水搜得不好吗 银杏 快 二哥哥陪个同事 你屋里的院子管的剩下大小事 女婿好不好应该很放在心上 二哥 我这是银杏 哪里得罪了二哥哥 总之是个混蛋 银杏姑娘 是大娘子屋里的 我 我 我怎么也得顾着大娘子的颜面吧 要不 那 那 妹妹 给您赔个不是吧 你脾气这么软 以后怎么得了 这个 有 我 你 你 你 这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小娘觉得 平阳赵公主 既不仰仗父亲兄弟 也不仰仗丈夫儿子 一样能抵挡百万雄兵于阵前 是天下女子典范 令堂还真是与别不同 当时我小娘命悬一线 是顾二叔竭力相助 虽然最后我小娘没能保住性命 在我八岁那年人产过世 但是我心里还是感激顾二叔的 顾二叔其实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热心肠 你的意思是 举这个婚约是可行的 爷爷 不行 不行 可真不行 我跟你说 与草帮我打听过了 那个顾二叔 他院里的通房就有七八个 平日里有块棉花塑柳 又是晴楼厨馆 勾兰瓦舍的昌客 那天马会上你也看到了 他身边那个 就是广云台的一小娘子 是 我是瞧见了 我母亲过世之前 我还是长房嫡女 万事不愁 从小精尊欲归 现在都好 我成了万事都怕的拖油品 祖父为了我 跟父亲之情 总不成天枪去短碳 他们一辈子都心疼我 临到老了 还要受这种气 明兰 都怪我 是我害得家宅不宁 我对不起你祖父母 学宅不行 我 我比年纪加了好了 你别胡说 可是祖父已经年纪大了 他受不起这种折腾 父母又在哭 万一 万一他们有个万一怎么办啊 你别哭了 咱们从小都是没有娘 都是靠祖父母联系着长大 就是因为这样 咱不能随便遭见自己的一生 你 以若闭着眼睛就嫁了 日后过得憋屈 那老太师不是一样心疼吗 你放心 老太师怎么样也是在朝堂上 打滚过来的 怎么会计较这种小事呢 他和你父亲 是亲生父子 有血缘关系的 过去一天也就好了 别想太多了 把心放到胸口里 也是啊 别哭了 幸好有你 你哭什么呀 就是你 你 就是你找我哭我就哭了 好意 这么说 当年顾家这位 算是帮了你吧 是啊 我当时冲着大街上跑 我太久了 橘木子都要从口里喷出来了 杏儿遇到了顾家二叔 这才找到郎中送到家里 容量天尊 那他也算是热心快肠 啊 今日 多上两千楼灯 求太医天尊 能保佑咱们家里 平平安安 和和明远 我们知识 哦 郭官 快走 快走 去把燕人找来 我们就算瓜去 姑娘的夫妻宫本没有祖星 需得从对宫来进 对宫由太 太阳祖夫妻宫必是入庙化极 化极化极 这 这不就是好的意思吗 本是好的 可惜太阳祖夫妻宫 也祖婚姻来得迟啊 估计要拖延一段日子 好了 好了 这我就放心了 你再算算 我老头子和儿子 什么时候说上话吧 求求你们了 就让我见见余大姑娘 我就见见她 我就见见余大姑娘 求她给我一条活路 给我一条活路还行 是不是活的城市美啊 我就见见余大姑娘 可娘子 天涯就得不远 你去告吧 去臭门 这有家真实的是啊 你就进去 见见余大姑娘 求她给我一条活路 不去把声不去把声 我家大人吾大娘子去拜佛了 这老太师呢 老太师去宫里 家里面只剩下大姑娘和老太太 你小娘子口口声声要敬我茶 说让我可怜她 给她个名分 不然就常归不起 我足部被气得吐了一口血 就晕了过去 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等我照顾好足部 我就去灌里当夫子去 不能让这女子再这么折腾下去吗 可她敢不走 赶她一间她就跪在巷子里哭 反正横竖我的名声是没有了 我只指望保住祖母 让她让她在外面也好 在你外面 太丢人现眼 祖母你醒了 祖母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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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了 等你去 大发了 好 好 我 祖母 让她走 走 既然赶不走 那就索性问个清楚吧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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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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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老太太叫你进去规划 那还是在这儿说吧 那还是在这儿说吧 这大宅院进去了 指不定有没有命出来呢 晴天白日之下 有话在这儿说得好 你 女大姑娘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好 女大姑娘 女大姑娘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你这是讹上我们了是吧 赶他 赶他走 别 我不走 你们不能抢了我男人 还要赶我走 再给我一说法 再给我一说法 是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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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拉进去 我不要 给我拉进去 我不 我不 我不进去 我不要进去 求大娘子 给我一条生路 吃我一口净茶吧 我与你素不相识 毫无瓜葛 喝不了你的茶 快走吧 怎么毫无瓜葛呢 二郎 来姑娘家求亲 以后姑娘就是我的主母了 若姑娘不肯容我 那天大地大 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我 我还不如死在这儿 免受日后侮辱啊 大娘子 大娘子 你给我一条生路吧 你给我一条生路吧 你快起来 大娘子 你给我一条生路吧 你快起来 我不会让你死的 你快起来啊你 你给我一条生路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下跪何人 我娘家姓朱 平日里 二郎叫我曼娘 是个孔命人 我开始肯不苦的 寻常人家的女子 便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敢到太师父里来闹 要你走你不走 要你进来你不进来 只肯在外头哭 有意思的 姑娘金枝玉叶 奴婢是个蠢货 没见过这么大的宅子 心里害怕 你 你怕 寻常人家 纳妾 田房 都是要问得清清楚楚 你倒好 上来哭天喊地一通 姓甚名谁 家家哪里 急逛何方 你统统不报 还要我姐姐吃你的茶 你哪里怕了 是奴婢蠢笨 没想到 姑娘尽管问就是了 你是顾家的人 不是 那就是外头的人 是 父母兄弟是谁 家住在哪里 父母顽固得早 只有一个包凶 相依为命 后来也去世了 那在世的时候 是做什么营生 在码头里 斑斑扛扛的 那也是正经营生了 是 她那一会儿 究竟又是码头尝试的 那即使在码头做活 与六席班又有什么干系呢 我哥哥在世的时候 在那边打过杂 你呢 我 我 我在那边 也唱过 只唱过几日 我姐姐做不了你这身份的主 你自去求顾家吧 顾家嫌我出身低 不肯容纳我 我也是没法子了 想求姑娘可怜 容我一条生路 你明知道顾府不容纳你 却来逼我姐姐 这还没过门呢 你就让我姐姐先舞你长辈了 你真是好心计啊 姑娘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的命 就卧在姑娘的手中啊 令姐日后过了门 我与令姐共事一夫 定会恭敬从命 住口 什么过门 什么共事一夫 无媚无片 我姐姐与顾家有什么相干的 你口出会言 无名我姐姐清白 我只想请你们瑜伽给我一条生路 非把我逼上绝路是吧 好 那今日 我便死在这儿 以正清白 放开我 让我死在这儿算了 我就死在这儿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就死在这儿 你放开我 放 放开他 放开他 放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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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做了这外事 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 你又在这儿 寻死觅活地做给谁看 男人或许喜欢你这样的 可是这后院 谁看不出来你 以若灵强 强自教区无栽人 前前后后两套皮子的 这套招法 姑娘 你怎么血口喷人呢 血口喷人的难道不是你吗 你亲上门来 逼着我姐姐 要接纳你的不为护府 所容之人 你这是向我姐姐于不孝 你惊扰于府 上下鸡飞狗跳人指点 这是向我姐姐于不义 你张口闭口主母妾室 这是如我姐姐清白 你空口白牙 血口翻张 就想回我姐姐一生 你究竟是与于家 有什么深仇大恨 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姑娘 话不是这么说的 住口 要么自己滚出去 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 你自己选一条路吧 若不是你家六丫头狭义之心 我那傻乎乎的孙女 恐怕早被你见人胡乱吃了 这丫头被我宠坏了 在你家蛮横霸道 你很该把她打出去 没把你家 跟顾家的亲家 跟顾家的亲家交换了吧 顾家 谁是顾家 我听都没听 我家燕燃 早已经和我们老家 早已经和我们老家许州的一个孩子 指负为婚了 只是那孩子前几年 他母亲走了 所以燕燃才在便经耽搁着 现在好了 这孩子他也过得笑了 过几天 我和我那老头子就回老家去 看着他们成了亲 我这心事也就了了 这几日家事管得怎么样啊 大娘子管得很好 账务清晰 收支有度 我不过是萧归曹随 跟着大娘子做些惯例的事情 但也学了不少东西呢 管家几日 大把脾气管上来了 在自己院子里得忍着 到去别人家唱了大戏 祖母说得是 是孙女太宣扬了 是真心认错了 其实不是 那就说说你的真心话 孙女心里盘算着 孙女心里盘算着 有些事看着很平安 其实凶险得很 有些事呢 看着很凶险 其实倒是很平安 那女子 以为我是于家的女儿 日后再无碰面之日 认不得我 这是其一 此事实在不光彩 于家不但不会大肆宣扬 反而瞒得紧紧实实 我也不会暴露 这是其二 老太师不日就折回许州了 这事就更被淹灭了 这是其三 所以 孙女正在家的胆子做了 说到底 这是于家自己的事情 你替他出头 万一传出去 你是倪菩萨保金菩萨 害的是你自己呀 孙女知道这事于己不利 虽说是女子 要谨言顺行 不落半点口识 才能安婉一生 可孙女瞧着这事 吃不下 忍不了 孙女不能高高做钓鱼台 眼睁睁地看着燕燃姐姐 因为太娴熟 太温柔 而被人活活逼到火坑里烧死 这不是良善的人该有的下场 你不光是为你燕燃姐姐出头 也是在为你自己出头 你是怕日后 会遇到和燕燃姐姐同样的这种事情 不怨嘘 还是沈燃姐姐的 你能不能够取消耗 就是缺生的 不怨恨 你能够取消耗 你能够取消耗 直接在场上 你能够取消耗 你能够取消耗 你不怨得一致 你能够取消耗 你能够取消耗 这种好呀 你能够取消耗 姑娘 燕燃姐姐已经走远了 咱们回去吧 姑娘不高兴了 恐怕开心点 姑娘 昨天有家破子新出了个点心 叫做蜜符苏奈花 我从来没吃过 咱们尝了再回去吧 真好吃 你这究竟是哄姑娘开心 哄你自己开心啊 那姑娘高兴我就高兴 姑娘喜欢的我也喜欢 主要是吃口吃的 没瞧着你不喜欢 姑娘 咱们屋里的那些人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呀 再等等吧 灶太热了才能烧出来 现在灶太凉着 就算是放了凑子也烧不来黄凉 我也算是帮过你母亲 你卸我那堆呼吸 还在我家里头搁着呢 但我自认为 从未施恩邪报 全了你家哥哥和我的情意 可你呢 却恩将仇报 搅黄了我的婚事 毁了我的姻缘 这是为何呀 去剥些帘子 路上带着吃 你啊 快去 你啊 兄妈妈 走走走 二叔问我许多话 我也想问二叔一句 你究竟为何要求娶一家姑娘 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 我说什么呀 我本来也不知道 可那天见着二叔女的外事 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你能明白什么 燕燃姐姐素来温顺 有这么一个圆配娘子 定能容忍你的外事 女儿家比不得你们男子 在外面天地宽广 任意翱翔 我们每天就这么一五三分地的事 就来来回回 仔仔细细地琢磨 我都能猜着 何况是旁人 我用心虽不真蠢 可我也是痛下决心的 我成家以后 自然会安分守己 与我的大娘子和睦地过日子 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 她若能善待我的外事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 你年纪轻轻 懂什么 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 就知道这世间万物 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 于老太太都气吐血了 二叔你知道吗 什么 老太师本不肯许婚 可不知为何 忽然改变了主意 眼看着就要同意了 二叔就没有想过 为何在这好事将成的节骨眼上 你那外事就突然杀到余府 她出身卑微 一向都柔弱 她怕我娶了一个高门贵女 从此她无容身之处 自然会去哭求 那她又怎么知道太师父所在 又能把老太太逼得吐了血 还逼着我嫣然姐姐喝妾室茶 出身卑微或许是真 从来软弱却不见得 我明白了 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 就是这么看 也是这么看我的 博尔淑 你曾经救过我 我心里十分感激 我真心想提醒你一句 你那个外事 朱曼娘不见得是个好人 她去瑜伽哭诉 不见得是个好人 你吊着齐横 你就是个好人了 你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 小姑爷她心里头有你 这事你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我 你对她这是欲擒故纵 把她转在手里 像个风筝一样 紧一紧 她便来了 松一松 她便得走 好好一个七尺男儿 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 你 你胡说八道 我和她 话都不多说一句 通半点语句 你内心误会 看人也误会 为着自己日子过着舒坦 就去瑜伽 就去祸害我瑜伽姐姐 还现在还来无辨我 早知如此 当初 我就不该去祸害瑜伽谷 我应该来祸害你们圣家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若执意要娶你 你那老父亲 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 让我祸害吗 你敢 信不信我给你拼了 拼 你拿什么给我拼 这世上有山头 有水可以跳 我哪里不能拼 我这辈子做比兴泥 我做道姑 我嫁去龙山做一辈子 我 我凤牛耕天 我也不会嫁给你 你放屁吧 就他